这一块腊肉就是昨天我们去一个村子里面去一个农夫家收了一块 这块腊肉我们今天就自己先拿去试口味 因为我们今天试这个口味怎么样 口味好的话以后我们就小伟就专门去那个深山里面去到这些农夫手上啊 收那个优质的腊肉只有这样的腊肉才算得上是优质的 就是农夫家三样猪全部是为粮食的时间又比较长 这个肉的话吃起来比较香嘛 喜欢这口腊肉的可以在评论区给小伟留言 这一刀肉家人们看见没有 有排骨 上面是五花 下面的话你这个就是把皮烧好之后 炖萝卜炖玉米啊 都是特别安逸的海带啊三摇啊都可以的 以后我们就多给家人们拍怎么样去 用我们这边的方法制作腊肉 怎么样弄来吃 五花肉炒什么好吃 辣排骨怎么样炖来吃 啊家人们 希望能够得到老铁门的支持啊 哈喽家人们 大家早上好啊 我是小伟 今天我们准备 去逆川县城里面办一个事 因为这个营业执照和那个食品许可证我已经拿到了 今天我就去我一个朋友那里 去把那个橱窗给开通了 因为开这个橱窗的话 它就是网速比较好的电脑上传的话它就比较快 像手机上面和那个电脑网速比较差的话就弄不了 所以说今天我就抽出这个时间去把那个橱窗给它弄好 这这些证件已经办好了 里面 经营业执照还有那个食品卫生许可都已经搞好了 我们现在去县城去找我一个朋友 好 我们现在出发了 从这里去县城的话 19公里 开车的话 半个小时啊 半个小时就到了 今天的天色还是 非常得好 我们这边说的那个 秋老虎来了 山川 区 好 兄弟们 现在已经来到了丽川县城 这是我侄儿在这个 学富城这边住了一套房子 刚刚来这里也是 今年下半年 准备打算跟他我们俩 一起来 卖我们老家的土特产 到时候希望我们的兄弟姐妹 支持一下小伟 现在那个水深度也已经搞亏了 家里面也看到了 但是的话 还是得要有点事来做 就是我们现在就想用心的 把我们老家的那个土特产 把它做好 因为我这个职人的话 他就是 他在那个 很多地方都非常优秀 他也是 看到我 搞这个水深乐园亏了 不容易啊 所以说 通过这个视频 希望家伙们 到时候 等于我今天把那个橱窗 现在他去煮面条去了 我们还没吃早餐 把面条吃好了 我们就去 另外一个朋友那里 他有那个 他做婚姓的 有那个好一点的电脑 我们就去把那个橱窗给他开通 开通之后 就会把我们这边的很多的 土特产 家伙们喜欢的 就会给他上架 到时候希望我们的老天 支持一下 就是不管怎么样啊 就是创业的路上 有赔 有赚 但是我们要努力前行 还有现在小伟的话 一可也不敢松懈 儿子需要我 老爸需要我的赡养 自己 开支也比较大 所以说 继续加油啊 家伙们 希望这次小伟把那个橱窗办好之后 很多那个家伙们买东西都会很方便的 到时候小伟的话会用心啊 就是去把那个农产品这一块把它做好 就是脚踏实地的去做这个农产品 希望得到我们一家兄弟妹 阿姨们的那个正能量的支持 在这里我要感谢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小伟的兄弟姐妹们 期盼已久的橱窗 今天小伟不管怎么样就要想办法去把它弄好 弄好了到时候 只要是我们这边有的都可以上 希望能够让我们远在五国四海的家伙们 能够吃到我们 五百恩寺立传这边的特场 好 家伙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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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